欢乐的经济学,自由选择的语言 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选通识课程第一模块内容 今天也是这一模块的最后一讲 先回顾一下,这一模块主题是市场通往自由的经济学 主要是让大家通过理解经济学最核心的几个维度来理解市场 这是经济学最宝贵的贡献 也是人类文明可以达成陌生人合作的基础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就叫《欢乐的经济学》 作者是美国经济学家戴维·亨德森 亨德森是一个坚定的自由至上主义者 出生于加拿大,不仅是数学学士 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博士 他一直为纽约时报等颇具影响力的媒体撰写各类专栏文章 致力于传播自由与市场的信念 文章风格也会些平易 属于平民看得懂学者也爱听的那类风格 《欢乐的经济学》就从著名诗歌《欢乐颂》开始弹起 欢乐欢乐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 我们心中充满热情 来到你的圣殿里 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 在你光辉照耀下 四海之内皆成兄弟 这是德国诗人席乐在几百年前写下的欢乐颂 而据考证 当时喜乐的本意应该是自由送 据说 最后把自由改成欢乐 是为了逃避普鲁士的检查 面对地球日渐平的今天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欢乐与自由本来就是一对同义词 而亨德森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 自由的达到 是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来运作 所以 繁荣不过是扩展自由的必然结果 从这里 你大概也知道亨德森的立场了 书友们 看书要看作者背景 能够更好理解作者的框架 亨德森不仅是经济学家 他还算是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大牛赏识的后辈 这点 从他由大学校园流行的单纯理念至上的自由至上 到重返经济范式下的市场讨论的转化可以看出 亨德森本人是深刻理解自由的实践 必须依赖市场的机制 所以 在他很多公共政策观点 基本都是基于一个理念 管得越少的政府 是越好的政府 他从事实为例 通过深入剖析美国社保基金的低效率运作 强制兵役制度的疏漏 公立教育的危机 他认为 很多问题上 政府的管制 不过是一种权力的介入 效果往往为负 这到底对不对 我们看书里怎么说 亨德森在《欢乐的经济学》一书中 特别讨论了不少 看起来深深具备道德优势的政府措施 在实施中的适得其反 比如 对付歧视 政府往往会在工作的压力下 推行最低工资政策 工会和政策 都会觉得 这是保障工人权益的有效措施 但事实上 雇主往往会倾向于少雇佣人 雇主没有激励 以5美元的价格 雇佣4美元的工人 结果 这项措施不仅会造成失业率的上升 而且 会严重损害那些缺乏技能的工人权利 更深入地看待 最低工资措施 一方面剥夺了雇主自由定价的权利 也侵犯了 愿意以在最低工资之下工作的 工人的劳动自由 历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1933年 罗斯福的全国复兴工业法 设定了最低工资 到了1934年 这个法律根据学者的估计 已经使得40万黑人失业 除了导致直接失业人口上升之外 雇主在支付实际工资的过程中 也往往会通过福利 使素等隐性手段来苛扣工人的工资 政府在政客以及工会的推动下 有意无意地推动了种族歧视 难怪福利德曼认为 政府行为对价格的歪曲 是对自由市场制度的主要干扰源 正如经济学大师阿尔钦所分析的 歧视与竞争同生 所以歧视无处不在 种族 国籍 年龄 性别 性取向 经验 教育 比比皆是 如果以行政力量去意志歧视 往往效用不大 因为政府在实施一项意在歧视的法律的时候 往往扩大歧视 或者把合理的歧视非法化 比如拒绝雇佣有严重犯罪记录的工人 这些规定往往忽略了雇主的自由 同时也导致劳动力市场的萎缩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任何歧视是一种要付出成本的行为 这是贝克尔反复证明过的 所以在自由市场中 在利益面前 生产者的歧视是他自己买的 所以 利用自由市场机制 是消解歧视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实施最低工资价格必大于利 这是经济学上的通识 密歇根大学的劳动经济学家 布朗的研究更是指出 最低工资线向上提高10个百分点 就会减少青少年就业率的1%到3% 可惜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 至今仍旧实行实施最低工资 难怪张武昌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感叹 即使经济学在西方发展了200多年 但是政府视之亦不过如此 亨德森当然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所以 他一直反复强调 公民要树立你属于自己的观点 利用联合的自由来争取自己的权益 从某种意义来说 经济学多少有些市场原教旨的倾向 所以 在倡导个人自由方面也不遗余力 自由选择的理论 大行其道的背后 还是依赖于市场的自由化 但是当制度并不完善的时候 市场往往会成为权力寻租的场所 这样市场自然是背离自由选择意志的 不少书友应该听过一句话 说经济学是一门沉闷的学科 这来自19世纪的历史学家卡莱尔 这句话广为引用 但卡莱尔何出此言却一直语言不详 亨德森则为经济学证明 他考据出 仅仅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学反对奴隶制而已 可见得公众对经济学的误解 多少有些以恶传恶 经济学迷信利益 在经济学诞生那日就已经存在 亚当斯密坚信 一个只盘算他自己的得意的个人 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 去达到一个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目的 而一项交易 即使我们看起来某方明显吃亏 但是如果交易实现 那么就说明双方都从交易中获得效益 自由市场的欢乐由此而诞生 回到欢乐颂 据说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 伟大的指挥家伯恩斯坦 将交响乐曲中 其乐的欢乐颂改为自由颂 当时有超过20个国家 1亿观众通过电视转播 收看了这场盛况空前音乐会 自由的颂歌传达几乎地球 我相信 贝多芬理解伯恩斯坦的改动 你呢 总结一下我们通识课程的第一模块 我们过去讲了亚当斯密 讲了凯恩斯 讲了哈耶克 讲了大萧条 聊了分工与合作 还从不同维度去理解凯恩斯 和哈耶克的大争辩 最后 回到了欢乐经济学这本书 其实归根结底 都是为了让大家 从历史 从现实 甚至 从左派右派的不同方面 来理解市场 这是经济学最宝贵的一课 小说家福尔泰说过这样一句话 走进伦敦股票交易所 犹太人 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 彼此做生意 好像他们信奉 同一种宗教一般 唯一的异教徒 是破产 经济学天生 带来的普世价值 其实 来自于市场的力量 各位书友 你明白了吗 读书 升级认知 认知 改变人生 你和别人的差距 首先在于认知差距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